谁会一早在店内忙着赶工 一颗颗小笼包折出黄金18折 放进蒸笼 因为营业时间还没到 因为我们是要便宜的开门 顾客已经开始排队等候 即使门口放着涨价公告 依旧还是想尝尝这经典美味 它的品管算是真的是很不错 所以价格在这个 以消费群来讲 应该算是还可以接受 看看调整后的价格 小笼包原本每颗23元 涨2元变成25 圆中鸡汤一碗涨10块钱 不少顾客必点的炒饭 虾仁蛋炒饭涨了20 而排骨蛋炒饭则是一口气 调涨30块 每盘要价280 整体平均涨幅约有4% 暂时不会 短时间不会 我可以在很多别的地方 吃到给它同等质量的 但是价钱只有它的 有民众认为 原本的店价只有不便宜 要吃小笼包还有更多选择 不过有顾客觉得 现在万物起涨还能接受 而鼎台风也回应 除了原物料外 疫情也造就服务业人力缺口 公司更调高了员工薪资福利 考量整体营运成本持续增加 所以在11月22号开始调价 不过不止餐饮业 就连交通运输也要含涨 季晨晨问将在疫情之后 薪水大不如前 平均月营收虽有4万出 不过扣除油价等相关支出 只剩下不到2万2 比基本工资还要低 工会在今年3月 也向交通委员会提出调整起跳价格 上回调整已经是8年前 至此希望北北基的起跳价 能够从70元调高为90元 毕竟不论是油价车价都在涨 清水没涨之下 大生活开销的压力 就快要难以喘息 八大新闻 曾韵心路之行采访报道 刚刚参议业者说涨价 其中一个原因是要替员工调薪 还真是如此 另外一个原因为大缺工 使得企业必须要加薪来抢人才 哪些集团涨了呢 王品 王品明年元旦起正值的员工 起薪调整3万3 调幅上看了7.5% 竹坚集团也宣布 加薪幅度6%到8% 而刚刚的鼎泰峰也说 九月调薪 就连无经验的社会新鲜人 外场起薪就有四万二 您好 欢迎送上送路配备 先见送餐看似动作俐落 并并有理的外场服务生 从点餐送餐基本流程到菜色讲解桌边服务等 需要一个月的培训时间 工作内容繁琐的餐业 疫情后逐渐复苏 也释出高福利来吸引人才 先进度小点生日 我们今天准备给打蛋糕过来 祝您生日快乐 王品集团宣布调薪 从明年元月起正职员工的起薪 从三万三千元起跳 就判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 餐饮业抢人大作战 寄出优渥薄薪资来吸引社会新鲜人 王品从2003年元月起正职员工起薪调整为三万三 换算加薪幅度上看7.5% 而其他餐饮业也不落人厚 随着今年的整个业绩的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目前集团在这边 在明年度有新的一个加薪的计划 那外厂服务人员平均薪资会调整到四万块左右 明年手机要拼挂牌的主间集团 业绩开红盘加薪幅度6%到8% 外厂服务人员平均薪资来到四万元 而店主管则是平均五万二 麻辣集团员工做买一个月 就加发上看万元的留任奖金 年终维持一个月外在一状况 加发一到两个月的奖金 而鼎泰风去年11月才刚调薪 今年9月再帮员工加薪 平均调幅6% 就连无经验的外厂人员 起薪都有四万二到四万五 相较于基本工资对于 兼差实行人员都已经调5%化 那正值的餐饮业人员 势必也要有薪资调幅5%以上 才有办法吸引人才回流 毕竟过去受到疫情冲击 餐饮业成为重灾区 暑假开始国旅回温 人力开始出现缺口 10月份边境解封 缺工状况更为严重 业者大手笔加薪 想方设法留住人才 也吸引更多心血加入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